海底多次都不會鹽 這麼悶的玩笑 說說一些無聊的東西 終於試了這隻丹麥牌的牛奶妹 朱古力味很濃 而且它的奶真的很滑 之後我要介紹 要隆重歧視一下 丹麥南館曲奇 真正的丹麥南館曲奇 有點不同 有些款式有些形狀 在香港版模 而這罐是小罐 還有很漂亮的新港人 在罐上 我想要罐 其實我不太想吃那些餅 但我也很久沒吃過南館曲奇 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呢 轉眼間來到斯德國爾摩 來到斯德國爾摩 很好人 在火車那裡 遇到一個瑞典哥哥仔 又高 也挺帥 他剛剛帶我來到這條主街 之後又指了 給我知道我帶了一個Hostel的位置 在哪裡 就和他寒圈了一陣子 你不知道你遇到什麼人 也不知道有什麼人會幫你 所以呢 這個是旅行最好玩的地方 尤其是你自己一個人來旅行的時候 正式進入這個Old Town了 今天天氣超好 就好像瑞典哥哥說的 很少天氣這麼好的 這裡 通常都是很大風 陰天 今天就很難得 也很幸運 但是呢 都要 都要找一下路 現在 很漂亮的 哇 漂亮得不得之了啊 神經病的 我希望明天還是這麼好天 因為我真的在這裡兩天而已 好好天啊 剛剛在Hostel那裡放完東西 現在出發了 好了 Hostel是很奇怪的 又好像很陰濕那樣 很陰濕 好像很陰森那樣 好 出發了 Hostel的這條大街 其實很多很漂亮的店 剛剛經過也看到 很多精品店 還有天田 好可愛啊 好小粒啊 超小粒啊 這堆東西 天田 看來 這間店裡有很多 天田的精品 看啦 因為沒想過 買東西 還有這次兌的錢 很有限 那我就 留一點錢 用來 做一些主要做的東西 還有去的地方 Mix it yourself 好可愛啊 那些椅子 是好像紅酒室 那張桌子 就是那個紅酒瓶 本身想吃那間 已經關了一遍 所以現在呢 就去找一間 那看到呢 這裡有瑞典菜 就進來購一購 果然瑞典的第一餐 都是來不開肉丸 因為啊 那師兄哥哥呢 就介紹一下 吃這個 所以我就相信他 肉丸呢 太不主要吃了 那些呢 就好像吃了一塊 吃了一塊的東西 那樣 不是很好吃 但樹肉超好吃 但不過肉丸呢 加了這些 碗 那些醬 呢 但那個不是醬 來的 是一粒粒的 肉丸 來的 所以如果加了這個呢 就好吃一點 但本身是那粒肉丸 出了問題 那粒肉丸 就不太好吃 那粒肉丸 過了一條河 到了這個國王公園 哎呀 剛剛有隻小鳥 站在他的頭上 好搞笑啊 來這個公園呢 是有原因的 一會兒就會知道的啦 是沒有錯的 真的有櫻花看的 上網看人說過 4月份這個公園 會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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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看的 我想現在都差不多4月尾了 所以呢 那些櫻花都遮得七七八八的 你看那邊都已經遮光了 是暗瓦色的 好 有陽光出來了 陽光出來 那些櫻花漂亮很多 1,2,3 1,33 1,5,4 1,8 1,4 1,2,3 1,4 這個就是歐洲西陽棋 類似是大型版的橡棋 這個很苦惱啊 我覺得香港也可以做一個類似這樣 如果做飛行棋還好玩啊 四個人一起 就不用回家了 哇 這麼快 白了就沒有了四顆棋了 好漂亮啊 除了好漂亮之外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原住還有個好像海洋公園那樣的東西 好漂亮喔